你要有技巧 你就是不能有话直说 你就不能直来直往 我常举这个例子 你不喜欢你太太穿这件衣服 给你出去 你的名说吗 太太你穿这件衣服好看 她说你去你去 我不去 我不跟你去 我不想去 你不是很糟糕吗 你有什么资格直来直往 你把她当谁 你不喜欢她穿这件衣服 你很简单吗 你说你穿这件衣服很好看 但是你先说很好看 她就没有什么抗拒了 你说不过我记得 你有一件 上次你穿 大家都说好看 不是我说好看 大家都说好看 她马上去换 很容易的事情 就是你沟通要有技巧 你没有资格直来直往 现在很多人赞成直来直往 我告诉你 直来直往就是目中无人 只有你自己 你最了不起 你才有资格直来直往 你不把人当人 讲话要顾虑对方的感受 而不是我很直 你很直又怎么样 你很直 直就可以伤害别人了 这样就对了 彼此一定有缺点 有缺点怎么办 互相的 规劝 规劝的时候 要有技巧 彼此慢慢适应 摸索出一条可以规劝的路 换句话说 你讲到他听得进去 你就成功 他讲到你听得进去 他也成功 那两个人摸索什么 就是摸索怎么讲 他才听得进去 这就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 我们男人下班整理东西的时候 从来没有一个人说 今天回去 要跟太太大吵一顿 没有 哪有这种人 没有 当我们在办公厅 收拾东西的时候 心里都想回家 要跟太太好好相处 可是一回家就吵架 就是沟通不良 为什么吵架 一句话就吵架 你看你回到家 你太太只要讲一句话 你就包条入嘴 你太太说 有三个电话 很重要 赶快去发 你就一肚子火 你心里想 我累了一天 那我休息一下会怎么样 电话 电话有那么重要吗 你平常说 关心我 根本都是假的 你会想中国很奇怪 你才讲一句话 他想一大堆 因为他脑筋很发达 要谁叫你乱讲话 所以这个太太就知道 我这个先生脾气很乖 我以后少讲 所以有三个电话 他寄在那里 他还不讲 不讲怎么样 太太不讲话 那先生更生气 因为他把西装一脱 领带一拉 他一坐下去 看着有三个电话 他就开始骂人 这么重要电话 居然不告诉我 你人在家 跟没有在家一样 你糟糕 你发现 那个男人很难吃后 你告诉他 他抱跳如雷 你不告诉他 他会骂人 那怎么办 我请问你这是谁的错 你太太的错 不懂沟通 那聪明的太太 他知道这三个电话 很重要 不告诉他不行 但他也知道 告诉他 他会发笔记 那怎么办 很简单 我就拿一个毛巾 准备好 先生进来 二话不说 把热毛巾拿上去 先生就开始问 什么事 因为他知道 平常没有热毛巾 一定有事情 你才说没有事 他怎么一问事 你说啊 他说不要 等你休息一下 我再说 你今天累了一天 他马上讲 我不累啊 不累就告诉他 有三个电话 会吵架吗 才怪 好 我们一来讲一个 先生错的故事 给各位做参考 有一个人 他呢 要升官了 那个军人啊 他那个升官以后 那个帽子是很漂亮的 所以他事先 不让他太太知道 想给他太太一个惊喜 那天他升官了 家官敬绝 那个帽子很漂亮 带回家来 始终 放在头顶上 放来放去 太太就是没有看到 他真的很气 戴了半天 你都没看到 你在开什么 我看到太太 拿冰箱的东西 开冰箱 关冰箱 忙的做菜 我知道了 那就把帽子拿下来 放在那个电冰箱上面 太太还是没看到 开拿 开拿 就是没看 他非常气 关心我 关心个什么东西 然后中午吃饭 就在那里 门声不跟进 太太问他 什么事 什么事 问自己 什么事 你看 他就这样 他再问他 到底什么事 你说嘛 他说 我的帽子戴了半天 你都没看 我帽子放在电冰箱 你都没看 你眼睛在干什么 你一定不关心我吧 我好不容易真的关 想让你高兴一下 你把我气成这样子 太太就哭起来 我问你是太太很惭愧 很对不起先生哭吗 不是 哪有那回事 太太说你戴帽子 我没看到 对不对 那我问你 我今天早上刚烫的头发 你没看到 这拿不下来 你没看到 那拿得下来 我看到 那怪谁 先生只好跟他抱歉 我告诉你 人只容易看到 对方的缺点 我们真的不容易看到 自己的缺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将心比心 要彼此包容 就是因为我们眼不冲 眼不明耳不冲 不管是跟你相同的 跟你不相同的 你都要包容 叫做求同存异 彼此归劝 朝向共同的目标 而且完全没有那种 离婚的感觉 离婚的念头 你就会白年卸道 祝福大家 谢谢